高雄市凤山区澄清自由路口日前下班时段机车和继承车车祸正值交通巅峰 其他永路人只好绕过通行 记者林博华凡社分享 去年全国共发生57万多件车祸事故 专业处理车祸事故的交警人力却不足应付 有远景说只能以疲于奔命来形容 尤其尖峰时段发生车祸 就算辖区交通分队执行远景全部出动 恐怕也来不及应付 有交警老师在赶场经常忙到便当都冷掉 光市高雄市去年大小车祸共84000多件 全市329名外勤交通远景平均每人每年负责250多件 新北市去年也有67000多件车祸 但专责交警人数仅632人 平均每人每天处理件数及时间都超过负荷 本市交通大队共352名专业交警每天要面对可能爆量的车祸 运气不好常要接连赶场出现场采正外 往往还得面对当事人情绪 高雄市警方指出交通警力不足是造成车祸处理时间拖延的症结之一 高雄市交通远景今年远缺额113人 几乎是现有外勤交通警力的三分之一 直到10月才补充57人 但人不足56人 北市交大指出许多交警的共同心愿就是保险公司专员能像对岸或美国一样接到客户通知后到现场并且判断肇事责任接受后续 民事纠纷才能减轻交警处理案件的负担 对交警建议 产检业者表示车祸事故不仅涉及民事纠纷 若有人员伤亡还会有刑事责任的问题 只有警方才有公信力和公权力能来处理及判断 若进入司法程序 法院也需要警方的记录 国内交通事故多 专业交通警察人力相对不足 警政署说已律定各地单程车损无人员伤亡的A3类车祸 可先由派出所协助减少交警压力提高处理效率 警政署表示交通事故处理已迈向专业化 警署每年都会办理专责人员分级处理交通事故掌席专班 加强培训交通事故专责人员因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会影响 照是双方当事人后续诉讼和解的权益 现场事故 惨证实都要详实 谨慎不能引发争议 另外 警政署正积极协调各县市警察局预先会制建制数位化道路现场图 基本图资减少远景会制现场图时间 部分县市警觉是用空排机协助交通事故处理 都是未来可讨论的改善方案 都 souffest Dezin 都不愿意 哦